我想回應一下 底下有人一直留言說什麼 鍋底範狀元 欸 我跟你講 許陽啊 絕對不是一個 因為他很強的 然後都沒有盡頭 就是我覺得 能夠跟許陽當朋友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都應該要有一個 像許陽這樣的人存在 他很溫暖很無私 然後沒有脾氣 他一公布以後 看你們每個人爆掉以後 我就 因為其實我 我一直在心裡見的時候 我高中紅 今天不能哭 尤其是上場之後 宣布的時候 不會哭 然後結果一宣布以後 我本來還笑笑的 笑笑然後要走到中間 一轉頭啊 紅軒你那哭到真的是 你崩潰 大崩潰 我那天哭到 唾棄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藍隊 看節目的都知道 我們一開始經歷 一波很大波的亂流 就是我們前面其實整合非常的卡 也不順利 第一個把大家凝聚起來的這個人 是許陽的 一直到現在這個階段 真心的就是 發自內心的愛 也就是每一個人就是發自內心的愛 然後每一個人就是會有他們自己的優點 然後是真的會被他們打動 然後每天早上醒來 然後可能一天沒去練習就覺得 哇 好想他們喔 就是真心的已經 真心的已經愛上大家 我想回應一下底下有人一直留言說 什麼 什麼鍋底換狀元 欸 我跟你講 許陽啊 絕對不是一個 稱職的鍋底 因為他很強的都沒有盡頭 所以你們怎麼知道是鍋底換狀元 你們怎麼知道的 他的表現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如果他表現不好 淺淺不會這麼相信許陽 就是很長的時候 真的這一集要不是許陽受傷 他三個項目都會上 就真的是因為他受傷 對啊 就是你們在想什麼 就是他受傷那件事情 不是他能選擇的 他只是比較含蓄 他沒有去表現他的 他就是你知道嗎 許陽最常被我罵的就是 他可以爭取的事情 他永遠要讓給別人 讓人家覺得他不行 雖然說我退賽了 然後 但我之後會回去啦 就是 雖然說這個回去是說 我沒有辦法再上場 可是 可是我有答應過大家 其實 等我可以正常走路以後 我就會歸隊 然後之後的錄影 我也會全身參 所以其實 不用擔心看不到我 或是 不用為了看不到我的歡呼 因為我還會在 許陽在藍隊的重要性 我覺得 也不用再多說 大家聽了一整個晚上 一定都很清楚 就是我覺得 能夠跟許陽當朋友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都應該要有一個像許陽這樣的人存在 他很溫暖很無私 然後沒有脾氣 結果酸民這樣罵他 他也不生氣 我就快氣死了 他也不生氣 我也是 就是 我也是 一個人的生命 都應該是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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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